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 这个总价2 这个蓝 如果里面是2008年我才算 如果不是2008年我就不算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我觉得我说完这句话我都觉得很麻烦 所以不晓得各位要不要学这一件事 还是请你们回去看那个初阶 我现在重点是要介绍 有一个他认为叫做智慧函数 智慧函数 就是我们要谈的是智慧函数怎么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可以再去算出一个数值出来 什么数值呢 2008年的销售额 2008年的总销售额 好 所以怎么算这件事呢 新增量值 然后接下来这个量值的名称应该叫做 2008年销售额 因为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函数 我觉得我还是解释得清楚一点 所以我们先用一个既是本 先用一个记事本来跟你做分享 通常我在算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大概我用的方式 我会先用理解的方式 我不要说直接我们就去算 你看哦 假如说今天在这个地方 我直接输入Calculate 他这边告诉我说 这边是一个运算式逗号筛选 筛选 他告诉我这件事嘛 对不对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如果当你今天看到这个Calculate 挖湖 这边是不是看到一个运算式逗号 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什么呢 筛选 好注意哦 这个筛选 筛选1 可不可以筛选2 也可以筛选3 好一直下去 决定来说我想要去计算 我想要去计算什么呢 一样是赚加总嘛 各位刚刚我们不是做了一个加总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加总那就是一个运算式 没有问题 那什么叫筛选1筛选2 就是你下的条件 例如说我要的是2008年 里面的9月7月 对不对 类似像这样子 我只要2008年的7月 那你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设定筛选1是年等于2008 对不对 因为里面都是2008嘛 接下来筛选2 筛选2 假设你有一个月份 这边有一个月份 是不是月等于期 可以吗 那就是筛选2了 我想大概了解到这个地方 您应该多多少少知道说 其实它也不是很困难 好 那我们现在来这边继续算 Calculate 刮斧 那函数嘛 函数 走刮斧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放运算式 各位刚应该会放一个运算式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做加总 好 所以一样输入 SUM 请养成一定要习惯 真的就是按一个 CAP键 因为它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SUM 这个函数位置 CAP键 为什么用这个方式会比较好呢 因为它会自动的跳出 接下来要做的事 例如说 SUM刮斧里面 你就要算的是什么 是不是总价 总价 所以我们就往下去选 选到总价的部分 TAP键 绝对会比你打字来的快 而且不会打错字 接下来呢 我们就放一个又挖胡 右包 好 接下来 我们点一下 逗号 为什么呢 这边是不是Calculate 运算式 我是不是已经显示在这里了 好 一个逗号 这边是不是接下来放一个逗号 这个逗号放什么 这个逗号这边是不是一个筛选 筛选的条件 因为等于说这个里面的这个值 这个年 年 我们要2008我才算 好 意思就是说这里面的筛选1 是2008 怎么做到这件事 所以这个筛选1 筛选1 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他是不是应该 应该是这样放置的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讲那个年 年的蓝位 是不是 因为在这个地方 他都是用很精确的 比如说表格里面的蓝位名称 那我们一样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撇 这一撇这一撇叫做销售 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资料表表格 找到表格 接下来里面的哪一个蓝 是不是年这个蓝 请问我是不是要里面的值是2008 所以这边输入等于2008 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这里面是文字 你要前面后面加两撇 那因为他不是文字 他是数字 所以你什么都不用加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他的筛选 然后又挖壶 然后Enter 这一格他会有算 因为他是2008年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 如果我们看到是2009年 我们稍微往下拉一点 2009年 他是不是也 对不起 他就不会算了 对不起 因为这是总成本 我不是要讲总成本 我也累了 好 我现在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现在这个2008年 大概会算的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2008年 销售总额 会算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刻意的 回到这个地方 去画出来 一个2008年的销售额 谁是不是点这个 2008年的销售额是 862个百万 好 那我要请你们 等一下 我只会在白板上写 2008年 你要再帮我算一个2009年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件事 请计算 2008年的总销售额 这是老子 帮助